同学们好,我是钟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将进入 四年级单元三 钱币真正的理论知识 那么同学们一定常常听过一首歌 Money Money Money,对不对 讲到钱,哇,所有的人眼睛都亮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教学内容 今天我们将会学两个理论课 第一个,我们怎么去规划理财 就是我们有一笔钱 那么我们怎样去聪明的 明智的运用我们的这一笔钱呢 这个叫理财 那么第二个呢,什么是明智的决定 就是我们有一笔钱 那我们到底要买这个东西 还是买这个东西好呢 等一下老师会详细的讲解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大智慧 从前啊,一个财主 把自己的财产呢,分成三份 分别托付给三个好朋友 一个是朋友甲,朋友乙和朋友饼 让他们管理这三份财产 那么呢,第一个人啊,他是朋友甲 他为了安全起见呢 他把钱买在树底下 第二个,他呢,就用这些钱来进行投资 比如说他去买马匹,或者是去买田地 或者是去买那些布匹来批发 那第三个人呢,他呢,就购买回一些原料 来制成商品出售 比如说矿,煤,碳,或者是一些木材 后来呢,一年之后啊 这个财主呢,就找到了这三位朋友 询问这个财产的情况 那么第一位呢 他就原物奉还 就是那他也同时的给回了他一百块 而后面两个管理财富的朋友呢 他让这些财富啊,增长了一倍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这个朋友乙和朋友饼 他呢,都把钱拿去投资了 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啊 第一位朋友是守财 第二位朋友呢,是投资理财 第三位朋友是生产理财 所以守财呢,就是如果我们不把钱拿去投资 单单守住我们财富呢 我们是不会致富的 理财呢,我们财可以致富 所以人不理财,财不理你 所以同学们要记得这一句话 可是讲到这里啊 同学们一定会想出一句问题 就是,可是,可是,可是我只是小孩子了 怎么我要学理财呢? 同学们,其实我们要从小就学会理财的原因呢 有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年轻人就已经破产了 所以如果我们趁早学会理财呢 我们可以树立正确的理财知识 就是,纠正不良的消费习惯 妥善的安排消费和增加我们的收入来源 所以呢,我们有各种理财方向 比如说今天,我红包钱拿到了一千块 那这一千块啊,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变多 我怎么去理财,理清楚这一个 我们要怎么去管理我们这个仅有的手上一千块呢 那么这里啊,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呢,我们先存入银行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saving account 就是你把钱拿去给柜台 有多一个3.18%的存款 第三呢,是信托基金 menu 第四是国民储蓄计划 那么刚刚定期存款呢 就是银行跟我们已经讲好了 我们银行存款的期限 我们要存多久 或者是每个月,我们每个月的利息是多少 那么到期后呢 这个银行呢,就会给你那个利息的钱 那信托基金呢 就是今天你把这个一千块 你拿给银行的一个人 那个人呢,就是投资者 那么这个投资者 你跟你的朋友都拿这个一千块去银行 那这个投资者就拿着你和你朋友的两千块 去投资在一些金啊 或者是一些房地产啊 只要你的那个产物 只要你投资的那个获利越高呢 那么你拿的钱啊 银行给你的钱也就越高 第四个呢,就是国民储蓄计划 国民储蓄计划呢 是政府特别提供给人民的一个储蓄计划 而且它跟其他银行不一样的储蓄计划 就是它多了一个保险的保障哦 好,接着我们来看 怎么去分阶段规划理财 那我们假设今天 妈妈给了我十块钱 她每一天都给我十块钱 那我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我一个月到底要存多少钱 才可以买到我喜欢的东西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本不止或者一个地方 来记录我们的钱财去怎么去规划 那我们可以分三大类来规划 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计划我们每个月 我们每个月得到多少钱 那每个月我们的目标要储蓄多少的数额 再来呢 我们可以规划每个星期 我们可以储蓄多少钱 我们可以再缩小变成每一天 我们需储蓄多少数额 那么在这之前呢 很多的人都用最基本的一些 Microsoft的程序来记录理财方案 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的Excel 或者是OneNote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计划一个理财表 但是现在啊人人都有手机 那么不同的厂商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Apps 来帮助小朋友们来理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里哦 第一个简单记账就是明了 第二个呢是城市记账 这个老实要讲哦 这个城市记账非常的特别 今天你投入一笔钱 他就会建一个小小的屋子 那么只要你持续的记账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城市 那个就叫记账城市 还有很多很多啊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App Store找一找哦 那么呢 我们来看情况一 那个这个情况呢 是老师从课本里面找出来的哦 红文想以自己的能力 付一年费用价值1080令吉的舞蹈班 这个舞蹈班是1080令吉 而且是学生优惠价 红文想靠自己而不靠妈妈 那么他就想想 哎 我要存多少钱才可以去到这个舞蹈班呢 首先呢 他先做第一个步骤 分段规划储蓄数额 为了达到他的目标 他每个月就是108除12 1000 108令吉除以12 就是他每个月到底要储蓄多少钱 他每个月呢 都要储蓄84令吉 再来 他每个星期要多少呢 就是84再除以4 每个星期 他要储蓄21令吉 那每一天呢 每一天他吃饭啊 他到底要储蓄多少钱 每一天呢 他除以7嘛 所以每一天他至少最少都要储蓄3令吉 当他计算了这个储蓄的数额之后呢 他就可以进行步骤二了 步骤二呢 就是OK 我现在有了目标 我每天要储蓄3令吉 我就做一个收支预算表 为了完成我所定下的目标 我先做一个星期的收支预算表 就是我妈妈每天都会给我一笔钱 都会给我领用钱 那么我就计划我每一天要储蓄多少钱 那我先看一看我一个星期 到底能储蓄多少钱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这里是红文第一个星期 每天所收支的预算表 我们说的预算表就是 他还没有去花这笔钱 他只是计划他这个钱该怎么花 那么看第一天星期一 妈妈给他的领用钱是6块钱 那么他储蓄呢 储蓄了4块钱 所以呢 他消费 他消费的只有食物 而且是需求的 那在这之前老师已经给你们看一看那个视频 关于需求和要求了 那需求呢 就是我们一定 我们需要的东西 那个叫需求 要求呢 就是其实只是我们想要而已 而不是我们一定要 那么这里呢 那么这里呢 他星期一他要花费2块钱在于食物 那星期二也是 星期三也是 哎 星期四呢 他打算储蓄2.5就是2块钱2令吉50仙给食物 那食物这一边呢 他会花费3令吉50仙 星期五呢 他会储蓄3块钱 而且他的花费项目呢 就是在于食物和饮料 星期六他没有上课 但是妈妈还是一样会给他钱 那他就拿来储蓄了 他没有花费 星期日的时候呢 妈妈一样给他3令吉 他储蓄2令吉 1令吉呢 可能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他就拿去拿1令吉拿来捐款 所以总的来说 他就计算了一个星期下来 他的收入是36令吉 妈妈给他的零用钱有36令吉 他从中呢 存起来的有22令吉50仙 那么他所花费的就是拿来减嘛 因为他已经记录了之前的 所以呢 他一个星期的花费呢 是13令吉50仙 这个呢 就是收支预算表 那么呢 第一个星期呢 红文已经达标了 就是他已经达到他一个星期 还记得吗 一个星期要储蓄多少钱呢 一个星期要储蓄21令吉 那么第二个星期惨了 第二个星期他买多了东西 他吃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第二个星期不达标 这个时候呢 就是每个星期的收支记录表 我们看第一个星期他的零用是36令吉 那么他花了一个星期里面哦 他花了14令吉70仙 那么他消费 储蓄的数据是21令吉30仙 所以达标了吗 达标了 因为这个星期他已经储蓄了21令吉 再来第二个星期 他的消费是16令吉40仙 他储蓄的数额是19令吉60仙 哎 惨了 没有达到21令吉所以不达标 他呢就连续一个月 记录了四个星期 他就可以发现我自己一个月的目标是多少钱 我们之前通过了那个分阶段规划 我们知道一个月的储蓄数量需要84令吉嘛 那么一个月里面 哎 这个红文你发现到了吗 他储蓄了85令吉20仙 所以他已经达标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阶段来计算 分阶段来规划哦 那么如果同学们又打开课本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课本呢 有这个预算表的这个QR嘛 同学们如果有那个扫描QR嘛呢 你可以去扫一下 你会得到什么呢 你会从里面得到这个 Excel的预算表格 我们来看一看他有什么 你看第一个 他先把它分成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到第五个星期 所以每个星期里面呢 他分成星期一到星期日 所以这个呢 有分为收入储蓄和消费 零用的话呢 花了多少钱 那我的收入总额是多少钱 储蓄 我一个星期一我储蓄了多少钱 我花费花在了哪里 那剩下的我还剩下多少钱 所以呢 你总计就像我们好像刚刚的红文一样 我们计算了一个星期一 在一个星期的总数里面呢 我们再计算一个月 那我们看我们到底达不达标有没有储蓄到我们的钱 那之后呢 老师会再做多一个视频来教你怎么去填这个Excel的收支预算表 那么做了记录表 为什么我们做做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记录表啊 其实做了这个记录表之后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存了多少钱 而且我们还可以安排我们的消费 我们不乱乱去花费 我要这个我就买 我要这个我就买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有系统的记录财务 如果同学们真的有去实行这个的话 因为老师有在做 所以如果同学们有去实行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这个记录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发现啊 你会每个月会越来越有钱 因为你能够提升自身的财务情况 你知道自己把钱花在了哪里 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当下消费 进而可以管控以后的消费习惯 今天你要给爸爸妈妈买一个礼物 可能会花了很多钱 那之后你就不能再花更多的钱去花消费了 你就省吃俭用的把它备补回来 接下来我们存了钱 我们有钱了 我们要去买我们喜欢的东西 这个时候啊 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就随便买吗 不能够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明智的决定 比如说今天 惨啊 我想喝奶茶 我想买新鞋 哇 那个朋友 我的朋友啊 他的手机非常的好 他还去旅行耶 又买新衣 那怎么办呢 想买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们所有的现金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选一样东西来买 我们要怎么去选 这个叫明智的决定 所以呢 很多人啊 现在的很多小朋友或者年轻人都会面对一些财务的问题呢 我们所谓的财务就是我们的钱财嘛 财务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 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需求和要求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看到就买咯 第二个 他不清楚自身的收入和开销的实际数额 他不知道自己得到的钱 每次每天储蓄妈妈给的钱有多少钱 但是呢 他花已经超过了他有的钱 第三 平时就没有储蓄的习惯来应付紧急的事件 那么现在很多很多的情况都说 没有储蓄 你完全没有储蓄的钱 那万一今天有一天 哎 你要给朋友 你要给朋友买礼物 惨了 你那些钱从哪里来呢 没有 所以这个呢 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人啊 这个小男孩 他面对了一些烦恼 哎 他这里有多少钱 他这里有两个50令吉和一个20令吉 就是120令吉 他有120令吉 但是呢 他想买两样东西 一个是50块的字典 一个是100令吉的手表 那我们可以看这里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先满足需求 另外一个是先满足要求 我们只有那笔钱 我们只可以先买一样东西 所以呢 我们到底看一看 如果他是先买这个100令吉的手表 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他今天为了虚荣心 他买了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昂贵的这个iPhone iWatch 那么他买了之后呢 他会发现到 当他在功课上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字典 可以来看 而且啊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桌子的右下角吗 桌子的右下角 他只剩20令吉而已哦 那么我们再比较一下 假设今天他先满足他的需求 需求是他所需要的东西 他呢去了书局去买字典 那么现在他有了字典 他还有70令吉 今天他去到shopping mall 他看到了一个三款不一样的手机 是150令吉 他比较了另外一间手表店 是89令吉 他还去那些 他还去那些Lazada Shopee 看了一看 哇 promotion 69令吉 那这个时候 你看到了吗 他还剩下多少钱 他买了字典 他还剩下多少钱 他还剩下70令吉 他已经能够足够买了这个手表 那最后呢 他先满足了需求 他拥有了字典 他能够找字 他还剩下钱 能够再买一只手表 所以呢 我也看到 先满足需求 永远是比先满足要求 来得更划算的 所以同学们 你要分得清 什么叫要求的 什么叫需求的 什么叫奢侈品 什么叫必需品 那么奢侈品就是 我去买一个bag 那我买这个bag吧 我一定要Nike的 我一定要Sketchers的 我一定要Supreme的 那么必需品 就是我今天买个书包 那我只要它耐用 我不需要它是品牌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应该学会 要怎么去分辨需求和要求 清楚自身的财务状况 不效仿别人的消费习惯 不效仿别人的消费习惯 意思就是呢 今天我隔壁的阿明 阿明哦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呢 爸爸妈妈每次都会去外国买那些鞋子 包包 笔盒给他 那我就要同样的要求 跟我妈妈讲 妈妈我也要这个 那请问 你要访问回你自己 你爸爸妈妈 复合得到那笔钱吗 所以不是别人有什么 你就想要有什么 最后呢 我们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而已 希望同学们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哦 谢谢大家